大家好,我們是水尢水某,今天想看部好影集嗎? 這次要介紹的是打破了Netflix排行榜長期被韓劇壟斷 勇奪冠軍的日本影集《經濟之國的闖關者》Alice in Borderland 《經濟之國的闖關者》是改編自日本漫畫家麻生與呂的同名漫畫 故事敘述一位名叫做有希良平的少年 某天和兩位死黨,一部大集和四川張泰在一起打混時 突然間發生了奇怪的事情 熱鬧繁華的澀谷街道瞬間變得渺無人煙 整個東京猶如人街蒸發一樣變成了一座空城,電力設備也全部故障 正當三人一頭霧水時,突然間他們被邀請加入了一場遊戲 如果贏了可以獲得留下來的簽證,但是輸掉的代價竟然卻是死亡 而故事就環繞在有希和夥伴們試圖在這個奇異世界中生存下來 並且找到方法回到原本世界的過程中 我們非常喜歡這部影集的節奏 每一集中主角們都會被迫參與一個截然不同的遊戲 有的要靠體能,有的要靠機制,更有的需要勾心鬥角 這些遊戲的規則乍看這下很簡單 但是在過程中卻不斷地測試並且挑戰主角們的極限 所呈現出來的緊湊感更讓我們如坐針毯 當然偶爾也會出現一些難度佛高的題目 讓我們也想要跟著那些線索尋找答案 也讓影集多了幾分推理解謎的樂趣 除此之外,因為觀眾主要是跟著有希的視角 在幕後主持者的身份與動機一直保持神秘的情況之下 我們除了得要面對眼前的各種挑戰 更要留心身邊出現的不同人物,試圖摸透他們到底是敵是友 另外影集中雖然角色數量很多,但是編劇殺起人來毫不手軟 有不少我們才剛剛開始喜歡上的角色,怎麼下一秒就領便當了? 不過也因為如此,整部影集並不會給人脫戲的感覺 而是很快地就推進到下一個階段 角色們為了生存拼命時,有那麼一點飢餓遊戲或是大討殺的感覺 用生命好賭時又像是賭博默示錄的氛圍,真的是蠻特別的一部作品 目前釋出的影集版第一季一共有8集,每集大約50分鐘 雖然我們並沒有看過漫畫 但是從第8集的結局看來,應該是會有第二季 因此今天的節目我們首先會分享影集教了我們的事 接著則會用Q&A的方式回答五個我們自己看完影集之後 最想知道答案的問題,當然也包括了《經濟之果》到底是什麼? 在繼續看下去之前請先訂閱頻道並且按下小鈴鐺 也歡迎到各大Podcast平台上搜尋《那些電影教我的事》 聽我們聊更多的好作品喔! 雖然截至第一季8集結束為止 影集並沒有真正解釋《經濟之果》到底是什麼 或是被挑選進入這個國度的條件為何 但從目前出現的角色背景中,我們不難看出 每個人在原本的世界都有著不為人知的痛苦 亦或是想要擺脫的包袱 男主角有希是個尼特族 不愛讀書也不想工作,每天就只是窝在家裡打電動 被優秀的弟弟和偏心的爸爸給瞧不起 雖然他心思細膩也心地善良 但總覺得這個世界上除了死黨、異部跟釋川之外 沒有人理解自己 異部跟釋川表面上看起來比一世無神的有希好一點 但這個殘酷的世界也讓他們跟有希一樣 有著格格不入的感受 只有當三人在一起幻想著未來時,一切仿佛才有了希望 但沒想到好景不長,三個情如兄弟的好朋友 很快地在第三場遊戲《紅星期》裡面就面臨了最大的挑戰 所有參賽的人裡面只有一個能夠生還 一開始受情勢所逼,三人互相猜忌甚至自相殘殺 但是他們後來發現,比起對於死亡的恐懼 他們反而更加痛恨為了活下去而變成的那個自己 最後異部跟釋川有了覺悟 決心要犧牲自己讓有希活下去 雖然這個打擊一度讓有希痛不欲生 但後來他反而是抱著背負好友信念的心繼續前進 在影集裡陸續出現了好多角色 有為了在公司上位而出賣肉體的紫吹小支 有爸爸因為輿論而自殺的於左目右頁 有想要成為女生而被開武館的爸爸斷絕關係的水積光 有因為世界過於安穩而無法感受到生存意義的最終頭目 甚至是看似掌握大權的帽將 他們在原本的世界裡都曾經因為各種原因對生命失去了熱情 卻紛紛在經濟之國的各種遊戲裡,被迫直視死亡的雙眼 當然,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夠做到在死前沒有遺憾 但是當他們面臨生死關頭時 反而有機會正視自己的內心,去省思 生命對他們到底意義在哪裡 接下來我們整理了一些資料 試圖回答你在看影集的時候可能會有的疑問 不過因為這些資料會透露影集以外的情報 如果你不想被暴雷的話,建議先不要繼續看下去喔! 如果根據字面上的意思的話 日文裡的《經濟》有著《彌流》的意思 因此這部作品也被譯作《彌流之國的愛麗絲》 而根據影集裡的角色敘述 《經濟之國》有著以下幾個特點 這是一個和有希等人熟知的世界很像的地方 但只有特定的人,也就是滯留者能夠進入 除了人類以外,其他的生物似乎能夠不受影響的自由出沒 國境的範圍只有東京的23個區域 在那之外的領地全部是一片荒芜 除了每次參加遊戲時主辦方提供的物品之外 所有需要晶片的電子設備全部失效 但是一些特定的科技依舊能夠運行 例如使用柴油發動的汽機車以及發電機等 每個進入《經濟之國》的滯留者都有停留期限 也就是所謂的簽證 當簽證到期,就會被從天而降的雷射貫穿腦布而死 想要延長簽證的時效 就必須參加並且通關遊戲 加發簽證的日期等同於該場遊戲的難度數字 通關遊戲之後可以獲得一張撲克牌 據說唯一能夠離開《經濟之國》的方式 就是收集齊四種花色各時三張,一共五十二張的撲克牌 不同玩家收集到的撲克牌可以共用或是交換 除了玩家之外,還有另外一種滯留者,叫做發牌者 他們的工作是負責運營遊戲 玩家運營者是以通關遊戲作為目標 發牌滯留者則是以將玩家全部殺死為目標 殺死的玩家人數將等同於發牌者獲得的簽證延長日期 雖然在第八季最後我們看到有一群人類在幕後操作著遊戲 並且監控著每一位滯留者 但是影集的最後,這些人全部遭到殺害 並且揭露了背後還有更高層的神秘人物在掌控著《經濟之國》 而根據我們所找到的資料 《經濟之國》其實是正在彌留狀態的人的靈魂去到的一個地方 換句話說,每個滯留者的肉體都還存活在真實世界裡 但是意識卻來到了《經濟之國》 因此如果在《經濟之國》死亡的話 在真實世界裡也一樣會死掉喔! 《經濟之國》每天在日落之後 都會在23區的各地舉辦遊戲 供制留者們參加並且爭取延長簽證的時效 所有的遊戲大致可以分為四種 並且用撲克牌的花色作為區隔 至於難度則是以撲克牌上的數字作為等級 數字越高,代表難度越高 但相對地,破關時能夠換取的簽證演唱時效也就越長 以下為四種花色的遊戲分類 黑桃牌 肉體型的遊戲 適合對自己體格、體力有自信的人 方塊牌 智慧型的遊戲 適合頭腦好還有知識豐富的人 梅花牌 平衡型的遊戲 黑桃跟方塊兩者的平衡 適合團體合作、分工的類型 紅心牌 心理型的遊戲 靠玩弄人心與被判夥伴取勝的遊戲 是最殘忍、最容易讓人崩潰的類型 雖然每種遊戲都有特點 但玩家只有在報名結束之後 才會知道參加的是哪一種遊戲以及難度為何 因此玩家沒有辦法只參加自己擅長的項目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到第一季結束為止 所有的遊戲難度都僅止於數字排 也就是最高只有到10 排面更大的花牌JQK都還沒有出現過喔! 《經濟之國》的闖關者的核心 無疑是那一個又一個的遊戲了 這次的影集很用心地凸顯了每個遊戲的特色 並且完美呈現了破關過程中的那種刺激 接下來我們整理出了在影集中出現過 令我們印象最為深刻的幾個遊戲 委屈聽啦 《人 Guin竟》 《人 noisy》 《我過年宅 potencial》 中文字幕 字幕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字幕 李宗盛 何やってんねん 除了以上幾個主要的遊戲之外 第五集裡還出現過幾個沒有詳解規則的遊戲 例如要大家合力打倒野獸的《猛獸獵人》 一堆人不知道在找什麼的獵場競賽 靠著雙手緊握大樓電梯的人體電梯 還有用9根火柴找出24個房間裡數字的火柴工廠冰果等等 眼見的你是否發現了 這部影集裡有許多元素和經典的童話故事《愛麗絲夢遊仙境》很像呢? 我們整理出了以下幾個作為關鍵的 也歡迎你在留言底下幫我們補足遺漏的喔! 男主角有希良平的姓氏有希 在日文裡的讀音是Alice,和英文的Alice很像 而影集的英文名稱Alice in Borderland 更是直接向《愛麗絲夢遊仙境》Alice in Wonderland致敬 在《愛麗絲夢遊仙境》裡的大反派是紅星女王 而她的手下有許多的紙牌仆人 而Pookerpie在影集裡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職業破關組織海濱的領袖叫做《彈尖鋼》 在原本的世界裡是個牛郎 後來繼承了父親的帽子店,因此被人稱作帽將 在《愛麗絲夢遊仙境》裡 也有一位以至貿為生的角色,風貌客Matt Hatter 《愛麗絲夢遊仙境》裡的故事最後 艾麗絲醒來發現自己經歷的冒險好像只是一場夢 而來到經濟之國的人的肉體還停留在真實世界裡 因此她們的經歷也像是一場夢一樣 在第一季的結尾 除了12張花牌以外的40張Pook牌都已經現身 因此目前看來第二季最主要的劇情 將環繞在有希以及夥伴們開始挑戰花牌的各種遊戲 另外我們也看到了原本潛入了海冰中的一位長髮女子 出現在大螢幕上 向有希的人宣告,遊戲的第二階段即將展開 我們也非常期待能在第二季裡 看到有關這位角色的更多資訊 以及揭露《經濟之國》的真面目 看完了今天的節目 你是不是更加了解了這部作品了呢? 歡迎你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你還想看到我們解析哪方面的經濟之國的闖關者? 或是對於這部影集的感想? 也歡迎到各大Podcast平台上搜尋 《那些電影教我的事》 聽我們聊更多的好作品喔!